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因为基督生物基本上上课时间跟这本课程谈改的内容 就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这个分别 就是要稍微讲清楚一点的话 应该这本课本就会上不完 然后因为网络上我有一些建立的那个学习的那个档案 所以给你们一个选择 纯粹只是选择 就是做不做你自己振作 就是说在每一个单元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进入到第二期 然后有关那个细胞的构造的部分 那细胞的构造的部分呢 再分成两个段落 前面呢是谈到那个化学的组成 然后后面呢是谈到那个细胞的结构 OK 然后这些单元事实上 我在网络上面都有一些教学资料可以使用 那是看看就是说对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效果到底是怎样 所以从现阶段开始 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课前做预席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发合物 发合物大概至少也要讲到两到三阶课 然后后面是细胞的构造 你想要用复习 不然发现问题可能预席 或者我们现在认在上 你要做同步相同单元 然后就是怕课长上讲不清楚 你要多学一些 然后课后 然后你要去用复习的方式去处理 都没有关系 然后我会针对每一个同路上的 这个教学影片呢 会有一张那个平良的单子 然后你做完之后呢 你就把那个平良卷把它做完 然后平良卷的分数 就是不会直接记录小床 所以不管你好好找完 因为我要的只是 让你有一个机会 就是延伸课堂一万 能够再去多看一点 多知道一些这样的机会而已 小床还是为小床 那平良卷的分量部分 大家有时间其实还蛮 蛮受到限制的 所以就是一个简单 让你大概自己知道一下 你网络上有一些 有一些是书面的资料 不知的资料 那有一些是影片的资料 那你这样看完之后 对自己 到底掌握了多少重点 这个是提供给你自己评估的一个方法 所以它是平良卷 然后相较加上不是小床 所以不会把这个分数记录小床 那 但是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你有愿意要用这个方式 如果你是去诺华学习的话 就是我可能在期末的时候 因为每次平良卷你做完之后 我会先帮你留下一个信息 然后学期末的时候再努力还 因为我利用这个机尾指导 你们利用的这个状况 所以如果学期末的时候 我一定是看看你们能做的单元的次数 然后可能会振作在那个 期末定时成绩上面 然后给你一些加分这样子 那大概会有三种材料可以用 一个是影片 第二个就是交材的档案 那交材的档案的内容非常的多 然后所以如果你想要印出来的话 你可以再私底下问我说 你影片大量印的时候 那个印出来大概多少钱 那恐怕要用你自己去印的那样子 然后 然后另外就是那个课本的部分 如果你觉得你就不想要看那么多 你想要很单纯就是看课本的话 那也可以 所以你在那个课本做预洗完的时候 你也可以来做拿这样的一张品两遍 这样 对吗 那比较详细的这个资料的话 我会一旦公告一张留给小老师 对 然后上面的话也会留下 那个影片的那个首页的地方 所以自己再去挑点单元 因为高二高三之后啊 生物的部分基本上 它的难度会跨得比较明显一点 尤其是到高三基本上 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调试过来 就觉得好像可能一下子难得不够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有一些延伸学习的机会的话 那这个就是提供给你延伸学习的 就是有文字的部分 有影片的部分 那有一些包括我们在讲 那个生命现象文化学组成的部分 有些我留下来的资料 基本上讲的会比较详细一点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给这个新闻上不是要增加你的负担 所以要强加一下 它是选择性能 也不会造成你正常成绩上面的任何上面的优势 就是除了价格是一个鼓励之外 你也不会因为这没做 没同分 但是因为 现在我们的整个课程的设计里面 从实数的分配 从这本课本里面的内容和这个设计上 对我们来讲在处理上 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也许尝试用这样的方法 看你们会不会有一些 比较蓬蓬的地方 比较兴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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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到时候 等一下下课的资料 我就会留给你们 好 然后上次我们看到哪边 那应该从这个礼拜开始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还有不懂的话 你就随时来找我 讨论一下就可以了 上次好像还是只有讲到水分 然后印象中是有关表面上的一些像 对 好 所以 水分子的特性 是一个急性分子 再來 水的話呢 它是一個很穩定的 水分子雖然可以解離 男生 親離子 子根 氫氧根 那事實上它這個解離強數非常的低 攝氏的度14次方而已 那這麼低的解離強數 比如說 如果我今天沒有試到水跟水反應的話 就沒有那麼多問題 它只是提供一個背景的環境 但一旦你又需要去利用到這些資源的時候 其實水還是可以提供給你 光的重視是一個最明顯的 光的重視是一個消耗水分 對不對 所以水是不是有殘餘的 但不見得每一個化學反應的水都要去參選 好嗎 所以你只是希望利用它的這種 極性溶劑的特質都可以 你希望它就是一個參與反應的反應物也可以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問題 這應該也是跟氫電有關係 一般水呢 基本上面對溫度熱的時候 它的溫度變化呢 相對比較不容易 甚至跟它的一個物理性質有關 我都應該有提到這個名詞 雨熱 好 雨熱大的物質 一般來說會有一個特性 就是 雨熱大的物質 如果你給它營定的這個熱量的話 它反應在溫度上面的變化的幅度會比較低 那這當然是用比出來的 因為比熱 可以跟你講是比熱的 OK 所以比如說 像金屬一般比熱就比較小 好 所以如果你現在拿 等質量的某一種金屬跟等質量的水 然後你用相同的加熱方式去加熱的話 一般金屬所發生的溫度變化會比較大 好 水反應出來的溫度變化會比較小 可是你明明給它們的是相同的熱量 我跟你講這是比熱的這個概念 好 那這一點為什麼要去強調 這其實是一個物理現象 還是你去強調一下 動物當中 基本上你們應該有學過恆定的概念 對不對 你的你身體的血糖要恆定 對不對 生物的體溫是不是想要恆定 因為恆定有一個好處 生物體溫的恆定 可以帶來化學反應 反應的時候的環境的穩定性 對不對 所以動物不是我們會把它簡單分成 內溫動物跟外溫動物對不對 一種呢 是動物利用它身體內部自己的 代謝的能力去穩定體溫的 跟內溫動物 另外一種呢 是動物沒有一個有效的穩定體溫的方法 所以主要是由外界環境來影響它體溫的高低 所以也就是說 既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有方法 有一套好的策略或方法或構造 去穩定體溫 那麼水我起碼 可以維持一個基本的水準 那當然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方法 就會更好一點 好 所以從這些角度來看的話 從寂靜看到容器 然後當然穩定 然後當然比熱大 對不對 再加上水 自己本身 水跟其他的物質本身 所存在的這種分子之間的這個作用力 這個對於生物來說的話 都會產生一個微秒的影響 連要做細胞膜這些事情 我們都會需要用到水的這個基金 OK 好 然後這個是從生物體內的這個角度來說 那如果你擴大到整個生態系的重要性的話 應該知道 一般來講 火果如果在從東西全部結冰會有什麼問題 那生活在火果裡面的這些水生的生物 不就很大了 對不對 所以剛好水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就是 它在密度最大的時候是幾度 幾度吸的時候密度會是最大的 四度 所以當它降到零度變成是冰的時候 它密度反而是變小 對不對 所以火果通常在結冰的時候 哪邊先結冰 上層結冰 所以呢 下層還可以維持是液態的部分 對不對 這個對於水域生態系的生物來說 就很重要了 跟你整個火果從上到下 完全結冰 對不對 那意思上完全就不一樣 這個其實也是跟水的這種特殊的這個性質有關 OK 那你們國中有沒有解釋過這個 為什麼水在四度的時候密度最大 反而降到零度結成冰固體的時候 密度把它變小 四度吸的時候呢 水的排列不整齊 所以可以排列的很緊密 溫度降低分子之間的距離可以多段 然後因為我會不要求你一定要排出排氣的水嘛 就是像這樣形狀 我會不要求你一定要這樣子開排站 對不對 我們卡一個角度 對不對 這樣在相同空間裡面 就可以塞進更多的水分 所以它的密度異常 對於深海系的運作其實也有很重要性 所以各位這邊 我們要到這個給你一張這個圖 就是一般那種 比如說鬼形那邊 海邊的這個結冰 對不對 那底下呢 還是可以提供很多生物 這個活動的這個空間 OK 所以我們水就到這個地方結束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要談的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接下來 彈有吸霧的部分 跟生物比較實際有關的這個有機物呢 有五個類別 從糖類碳白 是核酸跟維生素 那這五個類別裡面呢 很明確佔的比例很小的就是維生素 也不然我們俗稱為維他命 你看維他命每日的建議攝取量 以下體的人來講 常常都在只有幾個毫克而已 你看齁 所以你俗算有什麼AQ BDK 對不對 BC等等 這些種量加起來 是那個量它的體力很低 好 但它不可或缺 因為維生素對我們身體的 身體作用影響還蠻嚴重的 所以雖然微量 但是呢 很多都是必要 那當然是最好是試量 所以比較多的部分課本 就會把焦點放在這種量比較大的 從糖類蛋白質質跟特酸 你看齁 好 那我們先從糖類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糖類 以類比來講的話 一般這個字你要寫成牛脂肪 如果那個想特別的種類 或者是比較狹隘的種類 那你可以用銀脂肪這個部署來看 那因為類就顯示出一個問題 表示呢 它絕對不會是不是有三一化合物 它還可以的種類很多 而糖類它是生物世界當中 最方便利用的原基物 然後呢 從它的量來說 因為有人講過 地表上有人講過這種說法 地表上面呢 最多的原基物應該會是糖類 原因是木材 木材的主要的關鍵成分 纖維素基本上呢 就是糖類 OK嗎 也是扣除要像木材纖維素這種成分以外 有沒有聽過什麼樣的糖 第一個最明顯的是 你吃糖果會不會吃到糖 對不對 你喝飲料會不會喝到糖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是一般我們 光生活周遭當中就會遇到的 對不對 那你今天自己要泡一杯 有錢會的 對不對 你又去加什麼糖 砂糖 砂糖 砂糖是什麼糖 砂糖其實是浙糖 對不對 那以前它一個產品 最近感覺比較少人要問 就是空年火糖 有用過嗎 有用過嗎 就是 有都這樣子 有沒有 頭尖尖的可以 這樣就擠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後來有一個比較高級的產品 叫 國寡糖 有沒有用過 這是比較貴的 一般大概不會拿來泡個飲料 所以那應該是成分很高的 還有用過成分糖 韓國裡面還有一種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光中成分 只要是那種很黏稠的 有點後來有點透明的 對不對 然後咬下去會黏牙的那個 幾乎都會用到麥芽糖 有沒有 好 那有沒有看過有一些 什麼 巧克力等等 比較高級的糖果 它裡面這個 糖的成分裡面 也許會寫一個什麼 甘露糖 一聽 你知道好像 是鹹的 但是到底會什麼樣的口味 不太確定 但是加一些很特別的糖 然後再來 還有一個 更麻煩的來了 有沒有聽過代糖 那這個字眼就比較詭異的 那代糖到底是不是糖 你看這個字眼 是蛋 然後又掛著糖 就是代糖是不是糖 按到無知邏輯 其實應該也可以猜得到 一二了 好 所以在我們生活說到當中 基本上就會用到很多的糖 所以當你要做麵包 我們自己做麵包 你要做麵包 饅頭等等 對不對 麵粉 有沒有看 有 就是麵粉 對不對 好 那麵粉還要再分 這個最明顯的 糖 糖類的分子裡面呢 如果你真的會自己做烘焙的話 應該知道 那個麵粉裡面 有分那個什麼 低筋麵粉 中筋麵粉 高筋麵粉 對不對 那個是 跟它裡面的糖的分子量有關係 所以我們在區分糖類的時候 也是想這樣子 既然糖類糖開的種類這麼多 不如我們就從它們分子的大小 來去分等 OK 那 所以如果我們用一個比較大約的簡單的來看的話 如果有一個有機物 它符合糖類的基本組成 好 糖類的基本組成 如果只看元素 會非常簡單 大部分的糖類都吃糖看心癢 特殊糖類再說 所以這是基本的組成 那看心癢本來就是有機物的基本組成 那這樣就看不出它的手引來 所以什麼樣的東西會叫糖呢 因為所有機物基本上都會含有碳 所以呢 如果你現在呢 能夠多串幾個 碳原子 然後接下來呢 幾乎每一個碳原子呢 都符一個OH給它 然後 再來 再來 在結束的地方 你可以符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原子的組成 就是 那樣的 尾巴的那個碳 然後去接個兩 好 然後再補個清點這樣 OK 因為每一個碳呢 有幾乎上面每一個碳 它最多可以接四個東西 好 然後所以其他的地方呢 隨隨便便 我跟清點這樣 這個就是碳的碳這個位置 所以一般如果你要去抓 什麼樣的東西 符合碳的結構跟性質 然後性質很簡單 就是會貼 好 那回到化學結構的部分的話 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 第一個 它有多 槍劑的特色 好 然後再來 第二個 它會還有 這個 這個 要怎麼選 另外 就有全肌 或同肌 你知道嗎 如果你只看西腰的部分的話 西腰會往內批進來 OK 所以目前他們的猜測 糖類的分子為什麼會引發甜味 所以很有可能跟整個東西很關係 其實它有很多的OH 在有機化物上面這個東西叫做搶劑 好 所以我今天呢 要做一個糖 我可以簡單到 使用三個碳就可以做出一個糖 你可以再延伸 四個碳可不可以 可以 五個可以 六個可以 七個可以 那一般再長下去呢 會有點尷尬 太長了 其實有點不好處理 所以再長下去呢 糖類通常就開始 用一些其他的組合方式 所以那一些符合化學構造 你看看 也許我沒有看過這是什麼東西 可是你也看得出來 碳 維俗方便所產生的 跟其他元素 尤其是氫跟氧的連結關係 這是很簡單 而這個就是一個完整的化合物 只要符合這種結構上最簡單的糖 基本上就是單糖 那我們再依照 比較常見的來介紹 純粹的介紹 不是只有這些 最簡單的糖呢 是個三個碳的糖 這個三個碳的糖呢 叫做甘油犬 那名字上面有沒有它的糖 甘油犬 從頭到尾沒有它的糖 但其實它就是一種糖 而且是化學結構上最簡單的糖 只用了三個碳 還有全雞 那沒有膠帶的部分都是搶雞 然後接下來呢 五個碳的糖呢 要去介紹一下 這個 對你們來講 就比較不夠接受了 因為五個碳的糖裡面呢 第一個 兩個比較重要的其中之一 一個叫做去氧和糖 另外一個叫做和糖 這個你們聽過吧 去氧和糖跟和糖 DNA的裝備是叫做去氧和糖和酸 所以DNA它會去跟糖介义的成分來用 解這個關係嗎 DNA DNA是屬於核酸 好啊這也是一樣的 但當我們要去做出核酸這種化合度的時候 還得你能去去跟糖介乎的成分才用 做DNA的時候介的是什麼 做DNA的時候介的是去氧和糖 做好啊這的時候介的是和糖 這樣沒有嗎 好 那這是個五碳的糖 一般來說我們在畫去氧和糖跟和糖的時候 以它的分子的減氈輪廓 通常規劃像是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五角形 不過很幸的 雖然無碳糖有無和碳 但是當它自己繞成圈圈的時候呢 不是剛好一個角一個碳 它使用有一個角落呢被氧戰 所以呢 另外一個碳就跑出去了 被推到外面去 好 所以如果你把那個碳的式去標出來的話 第一個碳出現在第一個轉角 好第二個轉角呢 就是第二個碳 好 所以你去想像它就有一點像什麼呢 有點像 我本來呢 你比照這個 哇這個碳的樹木呢 拉糖到五個碳 可是五個碳的碳 通常在水裡面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很妙的動作 就是自己遮起來 知道嗎 好 就是當 剛剛講太長了 就會有一個很麻煩 它反而會想要把自己 弄得比較簡單一點 而這個簡單一點是 它會自己倒起來 有一個地方 跟另外一個地方 會接起來 我跟你講 所以倒起來之後 它就呈現這個道路 OK 然後其中應該是那個第一個碳 在這裡 所以一二三 每一個轉角有一個碳 四 在這個轉角 第五個 被推出去了 所以第五到外面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像這樣的結構的時候 因為 一般來說 在生物我們不會去交代 比較好的話法是 這邊是氧 這邊是碳 這邊是碳 碳 這邊也是 然後呢 這是一個比較清楚的表達方式 好 那對生物來說 我們通常要的是它的輪廓 所以你可能會遇到很多 比較簡單的表示方法 就像這樣 用簡單的線量 好 那習慣就好了 好 那因為氧站的其中一個角落 所以第五個碳 可以推到外面去 你看 所以 不管是去氧和坦 還是和坦 它的基本輪廓都長這樣子 好 那怎麼區區一分呢 二號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你看喔 去氧和坦 跟和坦 好 那兩個都是五碳坦 所以其實它們真的是差一個氧 好 它在哪個地方 在二號碳這個地方 如果是只有接氫 好 跟接 OH 好 二號碳這個地方 如果有接OH的就是 和坦 那如果是接氧 那那個就是去氧 所以那個去氧 不是全部都把氧去掉 是只有二號 位置那個碳 好 它沒有出現氧 就叫做去氧和坦 好 好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絕對值得 因為用在DNA 跟用大好 那也絕對很重要 好 這個結構應該可以卡住 好 接下來第三個 糖呢 三糖當中 這你們絕對也很熟的 就是六個碳 做出來的糖 你看 其中 這個 看起來都跟植物有關 但是事實上 它的使用很普遍的 比如說 葡萄糖 對不對 葡萄糖這個植物身上 才有什麼 葡萄 看起來好像就是 從那個葡萄身上 提煉出來的糖一樣 但是事實上 這個糖是生物體內使用 非常方便的一個六碳糖 它的普遍率應該是最高的 然後 跟它是好兄弟的 就是 果糖 那因為掛著果這個字眼 所以怎麼看 又好像是跟植物有關 謝謝你們是 葡萄糖跟果糖基本上 他們很容易互換 然後 在生物體內的使用 很方便 很普遍 那這兩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們 試為是好兄弟 雖然通常 比較常被拿出來用的 就是 比較常被拿出來 另外 另外 還有一個糖 要留意一下 叫做 半乳糖 半乳糖的實際上 要後面再來看 好 蘇阿國糖跟半乳糖 他們都有一個特色 這三個 這三個 六糖糖 它的共同特色是 他們的分子式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國中好像有學過那個 易購物的概念 就是我用的原子質這麼多 可是我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排列 有一下嗎 易購物 好 組成的元素完全相同 但是在排列的時候 我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排版 就可以產生不同的糖 好 那事實上 六蛋糖的易購物很多 不是只有這三個 剛好這三個 比較需要 糖需要糖 要來討論的 那這幾個糖當中 基本上 比如說像 葡萄糖跟果糖的話 他們的用途上 比較常用的用途裡面 你把葡萄糖拿來氧化 是不是就可以拿來糖很亮 你看 有沒有 好 那如果我想要進一步 利用葡萄糖去做其他的東西呢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呢 它可不可以用來做為 不是消耗品 而是做細胞的材料 這個點是可以的 你看 然後 可以用來轉換 可以用來轉換成其他的六七五 所以他們用途其實很廣 OK 那 比較廣的這個地方 我們會到第二個場景 或第三個場景再來看 好 所以起碼 這是場景 三糖當中 三五六 這三種類型 好 三糖 他們都符合 我已經是最簡單的糖 你只要隨便再多減一刀 我很有可能就不再是糖妹 這個叫最簡單的糖 它叫單糖 OK嗎 再依照它的碳的數目 這是有幾乎一般比較常用的評估方法 碳的數目越多代表越複雜 所以在碳的數目可改變 但是它的分子一定是最精簡又符合糖的概念的 就是三五六這幾個等級 從幹優權 虛揚合糖合糖 到合糖合糖 跟半合糖 好 所以呼吸作用的時候 拿哪一個坦數來用 呼吸作用的時候 一般我們在討論上 通常是拿到吐刀糖來用 當然分子式會直接用這樣子寫的 直接寫到分子式進來討論 對不對 但事實上你說 我拿吐刀糖去氧化 可不可以拿吐刀糖去氧化 我可以拿吐刀糖去氧化 我可不可以拿吐刀糖去氧化 我可不可以拿吐刀糖去氧化 當然可以啊 我可不可以拿吐刀糖去氧化 當然可以啊 我可不可以拿乾優權去氧化 其實都可以 聽懂嗎 所以不要以無吸作用 那個地方一定要擺 葡萄糖 或溜碳糖 什麼 糖類基本上它的氧化還是滿好變的 好 所以接下來 這種分子呢 當然它夠簡單 問題在於 生物常常需要很多分子量 比較大一點的成分 好 所以呢 我們如果想要讓它適度的分子量 變大一點的話 可以來到刀 好 刀糖的話 基本上呢 它是樹的 會不會用它 做一個 去做一個 就像一個 刀糖的 就是用它 刀糖的 是用它 有用它 它會用它 刀糖的 它會用它 刀糖的 它會用它 刀糖的 有四個單彈 比如說我有四個葡萄彈接起來 那我可不可以用八個 有沒有 所以它就會有數量上的變化問題 如果這個串起來的時候 它有一點長度的話 還可以做一件事情喔 我可以是這樣子 直接一串 那我可不可以 我可以直接串成一條直線 也可以串成一條有分差的線 所以它們有時候不只是數量的問題 才可以產生一些其他的變化 所以葡萄彈中一般真的不太好介紹 所以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 一個是 三個以上 三個單元以上的葡萄彈 一般來說的話 它常常會用在一個地方 葡萄彈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用途 這個重要用途我暫時沒有那麼想看 先簡單提一下 細胞有時候會有這樣的特殊需求 蛋白是有機物的一類 糖是有機物的一類 因為特定的需要 我可以把糖跟蛋白這兩個不同類別的有機物 再拿來進一步結合 產生成分上更複雜 功能上有特殊用途 好 舉一個例子 都做過這個寫行鑑定 對不對 欸 有沒有不知道自己寫行 所以我不知道寫行鑑定 到底在鑑定什麼東西 AVO寫行系統 我們有很多寫行系統 這只是其中之一 舉另外一個例子 你一定聽過RH陽性跟RH陰性 所以概念上是相同 當 我們以前鑑定寫群的時候 有沒有看過那個第一腰劑的動作 寫先拆下來 然後第一的藍色跟黃色的試劑 滴上去攪一攪 然後 就是比較傳統的方式 如果你是那種抽完寫之後 後續人家自己告訴你的 那就沒辦法了 如果你有看過那個 在做的話 這之後 如果有機會我們可以來試看看 好 學校裡面都有重要評分做 如果你對你寫行沒有點詩的話 好 那所以AVO寫行系統裡面 我們會有一些檢驗的試劑 這個檢驗的試劑 就是在看你的 不好意思 因為你知太多 AVO寫行就是在鑑定你的 紅血球的細胞膜上面的 細胞膜上面的一種 糖蛋白 所以也就是說 你今天之所以會是A型 是因為你的紅血球表面 有一種特定的細胞的糖蛋白 跟另外一個B型血型的人 那你們兩個人 在紅血球上面 那一種糖蛋白就不一樣 OK啊 那這個我們可以利用檢驗的方式 用藥劑檢驗的方式 就可以區分它的不同 很靈敏喔 那時候如果我們在遺傳這個地方 有時間做的話 可以來玩一下 這樣 RBC 紅血球的代號 做過健康檢查的 如果你沒看懂這個字眼的話 有時候健康檢查 他會很難的 就跟你寫紅血球指數 有沒有 代號就直接跟你寫RBC 沒有 好 所以光這一點的話 就可以突顯出 可以用它鑑定血型 看它有它的特殊性 對不對 因為不同的人 血型很有可能會不同 那也就表示 就是不同的人 明明是同一種的細胞 它的細胞模上面的成分 卻可以不同 你看齁 所以這個東西 應該可以感受到它的重要性 但是很難做介紹 因為太雜了 所以我們去介紹另外一個 比較簡單的 就是寡糖當中的雙糖 就是課本 講的比較多一點的地方 因為兩個以上就可以叫做寡了 就是它不是一個 但是數量又不是很多 所謂的不是很多 一般來講 十個以下都可以叫寡 你看齁 那雙很好介紹 因為寡糖當中的雙糖裡面呢 剛剛有提到 常常加在那種飲料 或者是糖果當中的蔗糖 蔗糖其實就是一種雙糖 那雙 我就要用到兩個單位對不對 蔗糖裡面用了兩個雙糖 其中呢 它拿一個葡萄糖 去結合一個分子的果糖 所以爽 這樣算不算喔 一個單位的葡萄糖 加一個單位的果糖 剛好好用地面結在一起 這樣就爽了 所以這糖如果再被拆開 可以拆成兩個蛋糖 去使用 但一個是葡萄糖 一個是果糖 然後剛剛不是有提到 那個糖果裡面 另外一個很常用的麥芽糖 然後看就是這一點 所以對植物來說 什麼樣的時機 可能會出現大量的這個糖 然後蔗糖 對不對 這是在影射它的提煉來源 喝過乾澀之後 對不對 然後經過壓榨 然後吃出來 然後吃起來很甜 對不對 你自己去試看看 如果你要用自己用泡的 泡到那麼甜 你要加幾湯汁的那個糖 測到那個甜味 OK 那這個這 甘蔗 甘蔗是單子葉 雙子葉 甘蔗是單子葉對不對 單子葉嘛 那甘蔗炸 有一個特別的纖維 那個就是微管豬的地方 所以我去把它炸出來 試試要把它 整個植物運輸構造當中 豐富的蔗糖 榨出來使用 你看到 所以蔗糖其實是微管樹內 含量最多的糖 你看到 植物你用這個蔗糖 來當作運輸養分的主要的形式 那麥安糖咧 這個當作養分元素用 植物用這個方式 有它的道理在 單糖太簡單 澱粉太複雜 折衷一下用雙糖 麥芽糖 你看麥芽 所以什麼時機 可能會大概出現這個糖 就是種子發芽的時候 種子主要主要的養分 以糖類來說會是澱粉 對不對 所以澱粉的分解過程 就可以產生麥芽糖 所以傳統做麥芽的方法 就是先把那個麥先蒸熟 然後再去熬煮 讓它慢慢的開始蒸解 然後所以它到底是組成什麼呢 因為澱粉的成分的關係 所以麥芽糖基本上呢 是用兩個葡萄糖傳起來的 這樣的雙糖 然後剛剛有一個很奇怪的名詞 就是半乳糖 怎麼會化學結構是砍一半呢 不是真的砍一半 而是因為半乳糖 它是我們身上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叫乳糖 乳糖呢 總共用了兩個單位的糖 一個叫葡萄糖 另外一個就叫做半乳糖 所以半乳糖只是乳糖這個雙糖的一半 你看懂那意思吧 所以半乳糖是六碳糖 葡萄糖是六碳糖 一個葡萄糖再加一個半乳糖 所以剛剛提到 葡萄糖食用是不是很普遍 你看這幾種雙糖 它們共同食用了什麼 那看得出葡萄糖食用的方便性了嗎 你看到 那各自有功能 剛剛講 植物在運輸養分的時候 那個關鍵的成分是蔗糖 對不對 種子花芽的過程當中 對於澱粉的利用 有一個中間會產生的成分 就是麥芽糖 然後到了乳糖 要不要猜一下乳糖的功能 這應該用膝蓋想也猜得到 乳糖的功能 出現在哪個地方 看你猜得到嗎 組織當中 幹嘛 小貝比需要的兩份來源 對不對 所以你去想像一下 為什麼要提供小貝比 葡萄糖 它最好用 聽懂嗎 所以不管小貝比到的身體內 它怎麼用 它最好用 所以這個最好用的是要提供 對不對 它怎麼會化了一個特殊的糖 所以這表示什麼 因為小貝比的發育 跟你現在的發育狀況 跟你接下來在五年六年之後 整個身體架構成熟之後的需求 也不一樣 所以小貝比的需求 當然有它的特殊性 所以你要不要 因為它的代謝能力是還有問題 小貝比的整個身體 還在發展的起步 對不對 所以它的代謝能力 跟你絕對有不同 你看 既然它的代謝能力 可能會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我們可能要直接幫它解決 所以透過乳汁的分泌 對不對 所以哺乳哺乳這個過程當中 不要小看哺乳這件事情 其實它代表的是 我們可以幫小朋友去解決特定的需求 這個就是特定的需求 什麼需求呢 這個東西基本上 會用在像神經系統上面 你應該知道小孩子神經系統的發育很重要嗎 你看小孩子前面的發育裡面 那個長的身高長長 其實很慢對不對 但頭長的特別大 你回去看你小時候的那個照片 就知道了 如果以前曾經有量過身高 那其實有點遺憾 如果當然量過身高 再加上頭的長度 然後你會把頭的長度 跟你的身高 換算成比例的話 再把你現在的頭的長度 跟身高的比例重新換算一下 你就會發現 這麼十多年來 對不對 你的頭的比例實在是多少 就表示當年頭很大 所以按照那個相同的比例的話 你就看你現在頭要多大 才會跟那個小朋友一樣 所以當年的擊中火力 放在哪裡 身體的架構成熟 我看來很重要 但是腦部的發展更重要 這樣 所以每一種養分 每一種成分 其實不夠它的意義在 好 好 所以接下來呢 有的單 有的管 那生物呢 常常會利用的是 分子量非常可怕 多到呢 你很難算清楚的規模 好 我們就把那種通常 那種二十幾個 三十幾個以上的那種等級 就把它真正叫做多糖 而這些多糖當中呢 有幾個比較指標性的 包括第一個 澱粉 剛剛已經提到過了 你用在哪裡 植物在儲存養分的時候 有三種可能的方式 大部分的植物 選擇用澱粉 對不對 第二種 可能的形式是什麼 你從翅膀油 你從花生油裡面 是不是可以榨出油 所以植物的 種子儲存養分的 第二個替代的形式 就是油脂 對不對 那應該知道你吃豆味 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 豐富的植物性蛋白 而且是優質的蛋白 所以其實 種子裡面 可能用澱粉方式儲存養分 可能用油脂方式儲存養分 也有可能用蛋白儲存養分 絕對不會使用澱粉 但澱粉確實相對來說 比較普遍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澱粉 等一下會提到 它的組成 它的多 到底什麼多 哪一種比較多 然後接下來 對我們來說 我們不會儲存澱粉 我們儲存的是乾糖 這是我們的多糖 OK嗎 然後還有 剛剛提到的 植物的細胞性成分 叫做 纖維素 這三個可以一起講 這三個的多 都很臭小的 這三個的多 都是這麼多 葡萄糖很多 2、30個算多 5、60個很常見 偶爾還來個上 來個葡萄糖 你可以去想像一下 如果用另外一個方式去寫的話 這是一個葡萄糖的分子量 對不對 如果 這個是60 這樣分子量算得很好 所以一般多糖 其實我們不太喜歡去詳細計算 它的分子量多少 我們會比較是在意 它到底 大概用得幾個蛋味 就好了 你看齁 好 然後所以通通都是用葡萄糖做 這樣表示 我今天呢 也許連葡萄糖在接的時候 我都可以有不同的接吧 所以像澱粉跟甘糖 它接起來的方式就很像 比如說我們的口腔 我覺得可以叫 破液澱粉酶 破液澱粉酶 你看這個名字上擺明的 應該是指分解澱粉 因為叫澱粉酶 對不對 所以那個酵素 應該是指吹化澱粉的分解 可是其實我們的破液澱粉酶 也可以吹化 甘糖的分解 因為它們兩個接的方式 很相似 它一個出現在食物 一個出現在人體 這樣子看齁 好 纖維素呢 我們身體有沒有分解 纖維素的酵素 沒有 我們身體如果有纖維素分解 幾乎都是靠你的腸道的動成距離 你看齁 好 那你看齁 明明都是用葡萄糖 可是我們對纖維素無可耐得 為什麼 我們就是沒有一個 矽肝的工具可以來分解它 所以纖維素一般 對我們來講 就是露果 像話道 還是有它的用處 不是沒有用 然後接下來 另外一個 這是細菌 細胞病用的糖 前面這兩個 煉粉跟甘糖的用途都在於能量 好 泰聚糖呢 基本上它不是用在能量 它是細胞病的組成成分 跟纖維素一樣 纖維素這個成分 是植物的細胞病用的材料 看非常是細菌用的 然後有沒有聽過基因值 基因值可以用在真正的細胞病 跟那些蝦蟹的外殼 好 所以這三個 要嘛是用在細胞病 要嘛是用在外殼 所以擺明的說它是不是消耗病 不是 所以纖維素很難分解 可以理解吧 如果它是做細胞的一個重要的材料 好 那麼容易分解 那拿來做材料 就有點風險了 有沒有 所以不同的糖 這兩種糖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泰聚糖跟基因值 它都有一個特性 它們會用到這一種組成 就是胺基酸 再加上 摩一些糖 所以像泰聚糖 泰聚糖就有一個好處 這個字眼呢 以後你們會看到這個字眼 只要有化的肉質糖 一定都跟蛋白質有關 所以它又有蛋白質的組成 又有糖類的組成 這個也是一種 成分上比較複雜 但不是絕對好處 這基本上是不同的生物的利用 泰聚糖的話 用在細菌 的細胞病 基因值的話 用在正菌 另外一個字寫好了 結吃動物的外殼 外殼 所以 當有幾乎的分子樣 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一通常就會看到 它後來被生物用在哪裡 那很不幸的 這些都是你要稍微去 建立一些嘗試的東西 我們現在只是在建立嘗試而已 OK 有問題再來討論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每次在考的範圍會在最後到府第二週的時候才有人會確定